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有問必答》 這節我們請來Harry解答大家的股票問題 Harry,你好 你好 歡迎一下我們的熱線是2046566 至於電郵地址方面是askatbschannel.com 歡迎大家電郵或者打電話給我們 首先跟大家跟進一下大市 看到暫時行指是升112點 最新是做E-Money 284點 至於國企指數繼續要向下 跌在34點,最新做8501點 大致成交318億 跟著看A股方面的走勢 看到A股方面暫時都是靠穩的 護深300指數升12點,最新做3148點 上陣指數升14點,最新做2927點 至於深陣城市方面是升6點 最新做10470點 我們在聽電話之前 跟Harry說一下個別股份的消息 好 跟你跟進一下330的施折環球 看到股份昨天都已經 歷史升了上來,升幅有超過3% 集團宣布要裁減一成德國的員工 說降低成本,受到消息大動 昨天股份可以升 今天都繼續跟隨大市上升 暫時升不到1% 在做5.69 因為受到英國脫歐的事件影響 看到主席也有出來發表一些意見 他說其實集團的英國業務佔比 都不是那麼高 反而歐洲那邊就多一些 他說如果是歐元對美元出現一個 比較大的跌幅的時候 才會對集團構成壓力 見到股價其實都是 由年初開始都是一路急急向下 不過好像似乎看到一個低位之後 現在是不是有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你覺得前景又怎樣呢 在市值環球 如果你計施節來說 很多的嘉寧觀眾或者焦點 就放了股價 其實是不是只是死貓彈 因為之前其實跌幅相當驚人 但是我會覺得走勢上來講 回到6元的機會都有 純粹以本身的企業形象 或者牌子 難傳還有三分釘的時候 其實股價又未至於 要衝上去5元4元這樣下去 但是我也想反問觀眾大家 如果你想留意施節的話 其實最主要要想一下 其實他本身 我不要說脫歐不脫歐 或者是一眾這些 近幾段發生的不明朗事件 其實施節本身的營運模式 和品牌的形象上來講 其實是否跟以往我們看到的 施節其實是不差不多的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你會見到他本身 是做一些很多的 大饕撥虎的改革動作 出來之後 其實對於銷售情況 或者我們看這些零售股 看看他本身的零售銅點銷售 或者各項的數字 你會發覺其實也不是更改變得那麼多 所以我在看 我現在撇開了脫歐的因素 其實集團的品牌 和自身所面對的競爭 搞了這麼多年 Fast Fashion 想學Sara 想學H&M 其實是否可以做到人家 可以這麼快變款這件事 施節暫時都未做到 所以單憑這個因素 我已經覺得大家對這些股份來說 買一下他 技術性反彈 或者短炒好 以致弊 就是如果我將這個脫歐的因素 又回來和大家分析的時候 施節其實本身都有80%的業務 真的在歐洲 而他德國的業務 其實也佔了他集團的佔比相當之重 單憑10%的員工 其實可能對於他業務上 都是一個杯水車身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對於股價來說 同樣地都是一個杯水車身的幫助 所以這件事大家要留意 我看股價表現 很難會翻轉頭 好像以往那麼強勢 好啊 看完施節 我們轉看另一隻相關股份 有一隻南選控股 他剛剛出了一些數據出來 集團說不擔心 武器UNIQLO的業績下跌 他說訂單方面 按年還有得升 升兩升 今年1月至6月 訂單的數量 都有雙位數的增長 其實UNIQLO的母公司 即是這個信蕭集團 都是南選重要的客戶 佔集團收入也有六成 這一隻你會不會看得更好 如果你說這隻股份 看UNIQLO的發展是怎樣 但是UNIQLO的發展上面來說 我會覺得的確 如果我們用剛才的快速營銷策略 即是Fast Retailing方面來說 UNIQLO都是在環球的零售股之中 是其中一個表表者 但問題是 它本身的款式和產品的定位上 究竟可不可以再更上一層樓 我見到集團都嘗試做一些 在產品的定位上 都是搞一些新意思 例如他都學似一些體育用品股 去發展一些比較疏氣 疏爽一些的物料 去打入體育用品的市場 但我發覺它的供應上 就有一點不穩定 本身有一批體育用品 可能買跑步衣服 或者三副鞋物來說 其實很快就見到 它本身已經供不到貨 所以這件事可能它自己本身都要留意一下 它本身每一個款式的週期都非常短 但我覺得它可以佈住一些 它們賣得比較好一點的款式 週期可以延長一點 其實跟Fast Retailing有些調轉的想法 補回一些正確的產品 不要為變而變 所以暫時來看 對於Unical來說 它先前做了一個減價措施 看看接下來的銷售情況會否改善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這幾季的銅店銷售 無論各個地區都好 其實已經慢了下來 對比起你剛才說的股份來說 主要的客戶的話 其實股價就會跟隨Unical 即信銷那邊的股價走勢 敏感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我們跟大家跟隨最新的股價 看到它的南城控股最新是要跌的 跌至2.4% 最新是在做1.2.2% 其實那會否可以 觀眾會否可以拿下底 甚至今天都有跌幅 如果你說這隻股份來說 我覺得家庭觀眾來說 其實是較少留意的 但是你見到股價有少少 就好像向上突破的勢頭在那裏 我會覺得少少底可以試試 但是這些股份我比較關注 就是那些成交金額是不是真的不多 因為可能少些人留意 但是向上突破好像見到 就有些勢頭在那裏 看這個形勢 我覺得在波動市當中 如果你找這類別的股份 其實都找對的 因為它避開了脫勾的問題 但是今天的股價表現 有少少令我卻步 因為它都很大之陰軸地縮下來 如果你說回到1.2的位置 整個突破勢頭就沒有了 我們不如留意一下其他股份 暫時來看 我以一個觀望的態度 看著這隻股份 好啊 我們轉看看其他的板塊 我們看到之前受到脫勾公投的影響 也有不少股份下跌了下來 資金都轉向一些比險情緒比較高 轉向一些譬如息口比較高的股份 例如一些利益或公用股 例如領展 今天也看到破頂 另外也看到不少的公用股 今天的表現都比較強勢 Herry你又怎樣看這一類的股份 如果家庭共同系想 趁這個市況不太穩定 想收下息的話 應該選擇什麼股份 如果你收息的話 只有一些利益 會有4-5厘給你 其餘的股份 1元就是3厘 我覺得很貴 其實本身 如果你是公用股來講 它應該是給你3厘幾息 按照道理 一個合理的股值 以及如果你是防托基金 應該起碼5厘以上 但現在升下升下 股息的回報率 已經落到公用股的3厘以下 如果你說一眾的利益 只剩下4厘幾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入衝進去的話 我會覺得 找一些利益可能會穩陣些 至少在息率方面 都會有回報 有股價的抵抗性 至於公用股來講 我覺得現階段 應該比較高些 應該要醞釀回套 我才會夠膽再買 好啊 時間都差不多了 跟Herry你做一個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多謝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廣告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